嗨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郎 前两天的话带无人机去上上拍了一下 拍了好多素材回来 昨天想导素材的时候 无人机那里提示要更新什么固件 更新遥控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然后更新完以后的话 手机就连接不到遥控了 试过两部手机 我的用的是华为的手机 Mate 10 Mate 30 Pro 都是的 都是不行 始终连接不上手机 所以说里面的内容就没办法导图 本来今天的话全部收拾好 是想去朋友那里 尝试用电脑看一看 把那个遥控器的固件 看看能不能降回原来的 在网上的话我查了一下 好多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 而且都没有说谁给出来一个准确的答案 所以说一切只能靠摸索 然后今天早上的话 我就把这些无人机什么的全部拿出来 准备好 本来想去朋友那里的 然后没去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解决的哈 这个线都没问题的 我就早上把这个线插到这边底下这个孔 然后连接了一下手机没反应 重新插上去以后 没问题的 就可以连上手机了 那可能这个办法的话 不一定说百事百灵 如果说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因为我昨天的话也是问了大家的客服 然后在网上也是搜索了很多这样相关的问题 手机为什么连接不到遥控器 遥控器为什么连接不到飞机等等 反正就是相关的这个问题 我发现大家的很多款无人机都出现过 然后网上的话 都是给出一些比较模糊的答案 都没有完整解决的这个方案 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不知道这样跟大家讲 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 反正这个是我尝试的很多种办法以后 最终解决的问题 所以说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有遇到相同情况的问题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我这个操作 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好了 那这一期的话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关注不迷路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